台湾法轮功学院中鼎邦附路探亲 在江西赣州机场遭秘密逮捕 事件迈入第八天 台湾政府向家属确认 中鼎邦遭赣州市国安局关押 目前台湾海基会以及法务部的动作 被批评太消极 所以民间营救呼声节节高涨 台湾政府的营救层级 也已经提高到总统府层级 台湾法务部与中鼎邦大陆亲友透露 中鼎邦受到江西赣州市 张贡区国家安全局关押 记者致电赣州市指挥中心 与赣州610办公室查证 对方都推多其词 不过打给赣州市台办时 对方说 中鼎邦先生他现在人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有关部门在国家安全局 已把这在调查了解个事情 那他是犯了什么罪 是调查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职质范围 6月23日 台湾法务部与大陆亲戚 得知中鼎邦在赣州市 张贡区国家安全局内 6月25日 赣州国安局告知 前来抗议的大陆亲人 中鼎邦确实在他们手上 海基会说 近年来极少协处国安案件 依照目前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只规范到刑事犯罪 不过 法证件应就中鼎邦的声音越来越多 舆论压力高涨 海基会说 如果家属提出探视会研究安排 据中鼎邦台湾家人透露 总统府向家属表示 已经在跨部门调节此案 新唐人亚特电视 雄斌陈真 台湾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